同事开玩笑说 现在的年轻人怎么就这么多高血压 高血脂 我随口说道 三高三高 到了三十可不就得升高了吗 所以不如让我们来聊聊三高的问题吧 一 血压 很多人到了三十岁 血压就开始飙升 我科的高血压患者正不断出现低龄化的趋势 在我毕业的时候 我的同班同学就已经有很多人来找我配高血压的药了 高血压的危害主要是 会导致心脏体积不断地扩大和心肌的肥后 成为高血压心脏病 高血压心脏病是高血压长期得不到控制的一个必然趋势 最后可能会因心脏肥大 心率失常 心力衰竭而影响生命安全 除了对心脏的影响 高血压还会引起脑血管疾病和肾脏功能的损坏 尤其是高血压患者脑血管的病点 是发生神经元性猝死的一个高危因素 也需要引起足够的重视 那么 血压的监测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日常生活中 我们最常接触的 便是手工血压剂和电子血压剂 这两者各有千秋 但是在精确度上大致都还是有保证的 而要进行有效的血压监测 就必须要求被监测者在10到15天的时间里 每天在不同的时间点进行测量并且记录 通常来说 我们要求被监测者在每天的晨起时 下午2点 下午6点 临睡前进行血压监测 其中 晨起时分的血压测量最为关键 相对于人工记录的繁琐 我在这里要向大家推荐一下 医院的无创动态血压监测技术 背在身上的动态血压监测仪 可以在24小时内 对人体的血压进行反复的测量 从6点到18点 每隔半小时进行一次自动测量 同时为了保证夜间睡眠的质量 从18点到第二天六 00会缩减频率至每隔一小时 进行一次自动测量 可以说 真正做到了全天候无死角的监测 基本能完全地反映人体血压 在不同时间段内的变化 同时也尽可能地避免 因为情绪 体力劳动 白大一现象等原因造成的假性高血压 二 血脂分析 在临床上 血脂的检查其实需要分为四个指标 来进行分析 第一项 总胆固醇TC的检测 TC的正常值在2.8到5.72毫米欧 到之间 其包含血液中有理胆固醇和胆固醇脂的总量 TC的含量与年龄 性别 饮食以及某些疾病有关 一般来说 年龄越大 含量越高 女性稍低于男性 长期高脂高蛋白饮食会使TC含量上升 脑力劳动者比体力劳动者高 而肾病综合征 甲状腺功能减退和糖尿病患者的TC含量 会较普通人增高 第二项 肝油三脂TG的检测 TG的正常值在0.56到1.7毫米欧 到之间 在正常情况下 TG大多来自食物 是被人体储藏起来的热量源 但是 如果肝油三脂过量 囤积于皮下就会使身体肥胖 囤积于血管壁则造成动脉营化 囤积于心脏就会导致心脏肥大 囤积于肝脏则会造成脂肪肝 血液中TG的含量受饮食影响较大 会因过时油腻食物而出现短暂性的升高 而长期的低脂饮食人群或者营养缺乏者TG的水平 一般较低 第三项 低密度脂蛋白 LDL的检测 LDL的正常值在0到3.12毫米欧 到之间 含有大量饱和脂肪和反式脂肪酸的食物 如牛肉 猪肉 全脂牛奶和蛋黄 是导致体内低密度脂蛋白偏高的主要原因 缺乏体力劳动和精神压力过大 也会导致低密度脂蛋白偏高 LDL是判断高脂血症 预防动脉周样硬化的重要指标 其水平增高与关心病的发病率密切相关 无论是TC TG还是LDL过高 都可以被理解为是对人体有害 其对心脏的危害 主要是由于大量的脂肪沉积于血管的动脉壁内 逐渐形成动脉周样硬化性斑块 阻塞相应的血管 最终引起关心病甚至心梗等疾病 第四项 高密度脂蛋白 HEL的检测 与前面三项指标不同 HEL并没有一个固定的范围 因为HEL可以被理解为是一种有益物质 甚至有部分专家将其称为常受因子 现代医学的研究发现HEL具有清除血管内多于血脂 清除血垢 清洁血管的作用 WEV超的研究证实 每100毫升血液中的HEL升高1毫克 可使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病率和死亡率降低3%到4% 总而言之 正常的血脂代谢对人体血管和心脏功能十分重要 而HEL的数量与LDL或DC的数量呈一定的比例 不仅决定着血液中血脂代谢是否平衡 而且还起到消退或减轻动脉硬化板块的重要作用 3.血糖 人体的葡萄糖大部分来自日常的饮食 血液中的葡萄糖称为血糖 体内各组织细胞活动所需的能量大部分来自葡萄糖 所以血糖必须保持一定的水平 才能维持体内各器官和组织的需要 但是某些病理状态导致的血糖升高 也会对人体造成一定的损害 尤其是对于高糖饮食 缺乏体力运动和肥胖人群 建议进行定期的血糖检测 血糖的检测主要是测量空腹与餐后两小时的血糖 一般情况下空腹血糖在3.9到6.1毫米欧的之间 餐后两小时的血糖小于等于7.8毫米欧 而为正常范围 中国人的血糖检测结果提示以餐后血糖异常升高为主 这可能与遗传因素和较多以淀粉为主食的饮食结构有关系 而一旦空腹血浆血糖大于等于大于等于7.0毫米欧 要和餐后两小时血浆血糖大于等于大于等于11.1毫米欧 要则糖尿病的诊断即可成立 由于空腹血糖和仓后血糖反映的是某一具体时间的血糖水平 容易受到进食和代谢等相关因素的影响 因此在这里 我还想介绍一种目前已经广泛开展的 对于人体一段时间内血糖波动水平进行监测的手段 那就是糖化血红蛋白 糖化血红蛋白是人体血液中红细胞内的血红蛋白与血糖结合的场 是不可逆反映 并与血糖浓度成正比 可以反映患者近8到12周的血糖控制情况 且糖化血红蛋白受抽血时间 是否空腹 是否使用胰岛素等因素干扰不大 因此 国际糖尿病联盟推出了新版的亚太糖尿病防治指南 明确规定糖化血红蛋白是国际公认的糖尿病监控金标准 如果空腹血糖或餐后血糖控制不好 糖化血红蛋白就不可能达标 毫无疑问 糖尿病是威胁人类健康的残忍杀手 作为一位心血管科的医生 是很讨厌糖尿病的 它会引起微血管的病变 导致肾脏和眼部的疾病 它会引起神经系统的病变 出现痴呆和脑萎缩的情况 它会导致各种各样的感染 比如糖尿病足和肺部感染 而更多的糖尿病的危害 也会出现在大血管上 导致糖尿病血心肌病 进而诱发心功能不全 心率时长 关心病等 4.心电图 心电图的发明对于心血管内科 尤其是对心脏电生理理论与技术的发展 是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的 它直观地将心脏的电活动 和心肌缺血的情况反映在电子屏幕和纸上 简单来说 心电图对于心率时长和关心病的诊断 都是十分重要的 心电图的检查方式也有很多种 我在这里简单地介绍两种 第一种就是大家最熟悉的普通心电图 DCG DCG的操作比较简便 速度也很快 通常2到3分钟便可以完成 在大多数情况下 对于存在明显心率失常和心肌缺血 不且可以理解为 关心病的一种表现的患者 可以明确诊断 而在临床上 还有一部分患者的症状并不是很明显 比如间歇性发作的心率失常 又或者程度比较轻的关心病患者心肌缺血的改变并不是很明显 这时候 PCG就可能会出现漏针和偏差 幸好我们还有一样武器 那就是动态心电图监测Hoffer 与动态血压监测类似 Ultra也需要背在身上24小时 而不同的是 它无时无刻不再进行着你所感知不到的心脏监测 在这段时间里 它会不动声色地将你的心率 心率以及心脏的血液供应和流动情况如实地记录下来 再通过衣食的解读来进行一个比较完善的分析 最后我还想告诉大家一点 不论是动态血压监测还是动态心电图监测 被监测者切记在检测过程中打断正常的工作 生活和学习节奏 在监测的那一天 你要做到的就是 平时是什么样的 今天就是什么样 而且对于被怀疑存在心肌缺血而接受动态心电图监测的被监测者 我在这里强烈建议你们在受试过程中 抽出10到15分钟的时间进行运动 可以快走 慢跑或者爬楼梯 这是因为在进行运动时 精度的心肌缺血会更好地通过动态心电图表现出来 这将有助于你的医生对你的病情进行一个合理的判断 无误心脏超生 心脏超生是应用超生波回声探查心脏和大血管的一组无疮性检查方法 通过观察心脏的结构和功能 对高血压性心脏病 肺心病 心肌病 心天性心脏病 各种心半膜病以及急性心肌梗死的并发症都具有重要的诊断价值 很多高血压 宽心病 肺心病和心脏半膜病患者 都会出现心脏不同程度的增大 尤其以左心房和左心室为主 如果不加以控制 随着病情的发展 心脏的收缩舒张能力便会受到影响 到最后便发展为心功能不全 甚至心理衰险 因此 对于存在上述基础心脏疾病的患者 除了进行药物的控制和预防 定期的心脏超生检查也是十分重要的 尤其是已经出现心脏结构改变的患者 举个例子 左心房正常上限为40毫米 而高血压患者最早出现的改变 就是主动脉和左心房的增大 那么在接下来的治疗中 我们判断其血压是否控制良好的一个标准 就是左心房是否会持续增大 与此同时 我们也会协同观察左心室的大小 因为左心房的持续增大 势必会导致左心室的增大 从而引起心脏功能的不断衰退 而对于心功能的衡量 心脏超生也有一个筋指标 那就是射血分数 一 正常情况下 则心室射血分数为大于等于50% 若小于此值极为心功能不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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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